欢迎大家来收看千锋的C语言基础教学视频 那么今天是第一讲 我们讲一讲数字的禁制转换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数字的禁制转换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 什么是禁制 这个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 我们听人家说 十禁制 八禁制 十六禁制 当然有的同学听说过 也可能你没听说过 那么我们现在来认识一下 可能听最多的 如果你听说过 那么最多的应该是二禁制 如果说你是一个理工科的学生 很可能在你上学的这个这个历程上 不断的有人告诉你说 计算机是以二禁制形式存储信息 计算机是以二禁制形式存储信息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禁制 什么是禁制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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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物 比如说 我们说有一个苹果 它就是一个苹果 这不是人们发发明了数字之后才有的事物 一个苹果就是一个苹果 两个苹果就是两个苹果 不好意思 直到有一天 人们发明了数字来表示这个苹果 人们发明了 一表示一个苹果 二表示两个苹果 三表示三个苹果 等等等 有一天人们发明到了九这个数字 九这个数字 再往上九个苹果 再加一个苹果 就是十个苹果 要表示十这个数字的时候 这应该是古印度文字 古印度文字 选用了 一零的表示方式 一零的表示方式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使用十一 我们使用十一 这两个数字来表示一个超过九的数 一和九 一到九我们称它为一位数 十就是用两个一位数来表示一个超过九的数字 这就是两位数 这就是两位数 那么我们说它逢十进一 逢十进一 我们说它逢十进一 我们说它逢十进一 这就是十进之数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使用的 都是这样使用的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就以我的知识面来理解 在古文明当中 在古文明当中 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是用十进制来计数的 只有玛雅人 玛雅人他使用五进制 原因呢 很简单 因为人有十根手指 记录十以内的数 只要数手指的个数就可以了 记录十以上的数就必须引入位的概念 就必须引入位的概念 两位数 三位数 越来越多 玛雅人使用五进制也很简单 它是两只手 每只手 五根手指 而且玛雅人记数是分数制 他要记五 就是一分之五 对一分之五 所以他两只手 一个记分子 一个记分母就可以了 玛雅人很早就有了三分之二 这种 这种奇怪的概念 可能在其他文明看来 都是非常诡异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其他的进制 其他的进制 比如说二进制 二进制 什么叫做二进制呢 如果说十进制 是用十个数字来表示 零到九 十个数字是零到九 来表示所有的自然数 超过十以后 用更多的位数 十一 一百 一千 等等 去进行表示 那么二进制 就是只用零和一 两个数字 来表示 所有的自然数 所有的自然数 我们看一下 在十进制中 十进制 数字都是从零开始的 那么十进制中 的零 到了二进制中 仍然表示为零 表示没有数字 十进制中 表示一个苹果 使用一 二进制 也是使用一 十进制中 保持正 两个苹果 用数字二 因为十进制 有十个自然数 可以非常方便的 去表示二 但是二进制 就不行了 二进制 只有零和一 那么要想表示二 它就只能进位 只能引入多一位 逢二进一 逢二进一 那么表示二 就是一零 就是一零 表示三 二进制就是 一零 二进制就是一零 表示四 四就是 在三的基础上 再加一 那么二进制 没有足够的位 没有足够的数字 一加一 只能进一 那么 一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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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十进制中 的四 我们脑子里 要有这样一种概念 数字是客观存在的 进制是人 发明数字 而创建的 不管十进制 二进制 它表示的都是 现实生活中 四个苹果的问题 这个数字是存在的 是客观存在的 十进制的四 和二进制的 一零零 这个读作 一零零 表示的是 同一个大小 表示的是 同一个大小 那么计算机 为什么要选用 二进制 计算机 为什么要选用 二进制 我们这个视频 因为是视频教学 所以我们讲的 比较快 如果说 你觉得 你想对刚才的内容 更强调 更深入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 导回去 再听一听 然后自己 好好的想一想 计算机 为什么选择 二进制 是因为 二进制 对于机械来说 对于机械来说 容易实现 容易实现 计算机在处理 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它把数据 放在内存当中 放在内存当中 内存是什么 我们来介绍一下 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 可以首先打开你的浏览器 从网页上搜一张内存的照片 搜一张内存的照片 一个内存条 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然后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内存 为什么 存二进制 容易实现 内存 存二进制 容易实现 其实存储 其实存储 未必就非得用计算机 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用来存储 这样说 并不过分 并不过分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 要表示 我们十进制中 四这个数字 在二进制中 它写作 100 写作 100 那么 100 是由一个 1和两个0组成的 所以说 不仅是内存 可以存储 这个数字 内存 可以存储 这个数字 然后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 它去处理这些数据 来得到一个 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自己 甚至可以用三根手指 我们可以用三根手指 来存储 这个二进制的四 这个二进制的四 很奇怪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这是Excel 大家都看到 那么比如说 我们这是一只手 这是一只手的三根手指 三根手指 如果不算大拇指的话 一根手应该是四根手指 它们的长度比较接近 我们要存储 四这个数字 我们要存储 四这个数字 手指 手指 我们可以摆出两种状态 那就是伸直 伸直 和弯曲 伸直和弯曲 我们看一下 要表示100 这个数字 那么我们可以 以伸直 表示1 用弯曲 表示0 那么想要存储 一个100 大家可以自己 拿出自己的右手 一起跟我来试一下 100 100 那么我们从 最低位开始 什么叫最低位呢 就是从 右边 你看十进制 比如说我们一个14 那么4是低位 1是高位 4是个位 1是10位 右边的是低位 是低位 那么我们从第一位开始 第一位 第一位是0 0的话是弯曲 弯曲的话 好的 我们把手弯曲下来 弯曲下来 这一位是1 那么如果前一位 要是有数的话 前一位要是伸直的话 它就会变 这个数就变成了 0100 不是 1100 我们多了一根手指 我们多了一根手指 这根手指是更高的位 是更高的位 如果你写1的话 它就变成了1100 这个就不是4了 所以我们如果多了位 如果在高位 在高位 多了一位 多了一位 本来应该是三位 现在它因为多一根手指 多一根手指 我们把它摆成0 摆成0 好的 对 如果你跟我一起做 你拿出左手也罢 右手也罢 当然左手可能不太文明 你摆出这个姿势 就存储了一个4 你用你自己的手 存储了一个4 好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让机器 实现一根手指的伸直和弯曲 这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这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如果说是其他的进制 咱们取一个和二进制最接近的 咱们可以想想三进制 几进制都是存在的 因为数字是客观存在的 进制只不过是人为规定 三进制的话 那就应该由三个数字 来表示所有的自然数 那就是012 那么要表示4的话 我们知道2 这是2 3的话要进1 10这是3 那么4就是11 4就是11 甚至我们去表现5的话 5就是12 这个答案能够理解 对吧 5是12 如果说让计算机 用三进制来表示一个12 它要实现 实现这个手指 那么就应该有这个 伸直 比如我们表现一个12 我们来用一个换一种颜色 比如一个蓝色 那么 第一根手指 表示的是1 表示的是1 那我可以用这样伸直 那第二个手指是表示2 我可能要伸的比它更加的 比它稍微的弯曲一点 稍微的弯曲一点 但是不能弯太多 我得来表示2 那么表示0呢 我可能就完全弯曲 完全弯曲来表示0 012 当然它和12是一样的 012它和12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就需要至少手指要有一个绝对伸直 部分弯曲和完全弯曲三种状态 因此上讲 二进制是最容易实现的 那么内存怎么实现这个呢 内存里面是一堆一堆的开关 大量的开关 大量的开关 有的内存以开来表示1 有的关来表示0 有的正相反 有的可能用开来表示0 关来表示1 但是只要有两种状态 它就可以用来存储二进制的信息了 二进制的信息了 所以计算机使用二进制存储信息 使用二进制存储信息是最容易实现的 是最容易实现的 对应该有的靠谱 一步的靠谱